什么叫赵华光不管紫秋了 意思就是 赵华光把他带到国外去 只管了他两年 后来的生活费 学费 还有现在开店的钱 全是他自己打工赚的 大家都还以为 他跟着赵华光那孙子 吃相得喝辣的呢 不许说赵华 紫秋 你自己说 没什么的 我就是到了国外之后 不愿意叫他爸 赵华光让我改跟他姓赵 那怎么可能啊 我又不愿意去他家 觉得别扭 他这不高兴呗 就拿经济制裁我 没事 但我有手有脚可以自己挣钱 这都不是什么大事 这事你怎么不跟你爸说 为什么要跟爸说呀 这本来就是我跟赵华光的事情 他知道了还只会担心 再说你还好意思说我了 你不别老这样 这个赵华光他怎么想的呀 你在外面打工他不心疼啊 很多同学也出去打工挣钱啊 成年人赚钱养活自己 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不过这事你别跟爸说 不然他知道了又该睡不着觉 你现在都用信用卡取钱发工资了 之后怎么办 我现在房租已经交了三个月了 等这月发完工资 就没有什么大的开销了 目前店里有水应该够 每天的食材要水平开销 你还是关店吧 你说什么 关店 为什么要关店 不是 现在处于淡季 我应该调整一下自己的经营策略 等他忘记再看 我要是现在关店 我之前努力不都白费了吗 你今天见了爸的那个 开咖啡店的朋友 他怎么说 那人不是爸的朋友 是贺民阿姨的朋友 他以前华正敏归台的同事 他为什么帮你啊 我也觉得奇怪 我这是爸求他呗 要不然他才不会管我这种情事 所以我才不能关店 不让人家看了效果 那你带你能撑得过去吗 应该差不多吧 小哥 这个月我就有版权费了 你缺多少我给你 你别胡闹啊 你自己的钱你自己留着 什么叫我自己的钱 你不是说这个店 是给我开的吗 还算好吗 不行 如果我没有找到 对的经营路子 谁都不能填这无底刀 及时之随 但这是小哥的心血啊 我也不甘心 那些倾家荡产赌博的人 都是那种想法 那哪能一样呢 你倒是想想办法呀 从小就这样 每次我们想要做点什么 就提前给我们泼冷水 你们 你别找我花茶 我不是那意思 我能想到的办法 紫秋应该也想到了 我能想到的办法 可以调整一下看看 不是我故意泼凉水 创业都是失败的多 成功的少 要平常心 既然是自己赚的辛苦钱 就更没有全都 裴经营的道理 我知道 等关机再看吧 实在不行的话 关店呗 如果你缺钱的话 我会先支援你 虽然不多 但是帮你撑几个鱼 还是没问题的 不用 你自己签 你也自己留着 行 知道了 那你们商量吧 泼凉水的我 先走了 那这是女吗 怎么生气了 去哄哄的 你去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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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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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我去 请 你 你去 你去 我去 这样的 吗 咱们俩的事情 你先命令子秋说 省发心烦 对对对对 我也是这么想的 今天本来 我是想要告诉她的 但是突然拆穿了这个事情 就没说成我 怕她再心烦 对 我出去买点水果 我也去 你去干什么 现在水果多贵啊 我要去把她过去呢 小哥 等着我 你真是太刺激她呢 您好 一共八十一块四毛 请问现金还是微信 现金 小哥 我很想吃香蕉 香蕉是吧 那行 我去哪 在那边 微信支付 好 我扫你 小票给您 这个香蕉有点生啊 这个不要了啊 不要 你小票收好 小哥 小哥 等等我 小哥 快 快送我 你生气了啊 所以我现在吃个水果 都需要你来付钱了是吗 我还没穷到那程度 我没说你穷啊 那谁还没有舍头紧的时候啊 本来你想吃什么 该买什么 都是应该我付钱的 我没不让你付啊 这不是等你度过危机的时候 再付吗 所以你现在怎么着 是打算养着我了是吗 我养你没有问题的 我这个月有一大笔金账 你跟哥都没有我有钱 我想养你 我不是想让你养我 我知道 我们是一家人 你养我可以 那我也可以养你啊 我怎么能让你养着呢 怎么不能啊 你养我就可以 我养你就不可以 爸从小养我 什么意思 那你现在打算 接替爸的位置 继续养我了 赫子秋你这话说得有点难听啊 我们是一家人 你养我可以 我养你也是天经地义 没有什么天经地义 你们根本没有义务养我 赫子秋你闭嘴 我不想跟你说话了 你想救养李老板 那是不可能的 你在这儿站多久啊 一直在 你家是出什么事了吗 你一个富二代 怎么可能缺钱啊 跟你没关系 你别多了 赫子秋 别人关心你的时候 你能别像个刺猬似的 到处乱扎吗 我建议你也拿这句话 劝劝你自己 行 我狗拿耗子 你帮我告诉庄北 我送他妈项链 是当时情势所逼 我跟李尖尖可不一样 我 唐灿 绝不会拿自己的钱 贴补男人 那你自己跟他说 我不会再见他了 省得他自作多情